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我们这一集的神神秘秘的节目 那你说东东 我们之前有一集是讲爱的真谛 那一集是得到很多很大的回响 不断有很多的 positive feedback 一直回来 他们说很喜欢我那一集 所以我们这一集是会有类似延续一点的题目 因为这个题目我们会讲到很多人对爱的扭曲 但我想这一集是特别去讲什么叫爱自己 我认识了很多年 你听这三个字有什么感觉 我听这三个字有什么感觉 很多年前我试过去做一些治疗 这些治疗也很特别 我记得当时是Daniel Darby跟我做的 一个印第安人 是的 我想应该是已经十几年了 那一刻我收回一个很特别的信息 他就说 Angela 你不够爱你自己 我那一刻是很意外的 我怎会不疑自己 但其实经过这么多十几年来 我发觉是的 我以前小时候真的不太懂爱自己 例如是有什么举动 例如我们没有把自己扮演第一次专业 有些人一听到这句话就以为 我们是不是叫自私呢 把自己扮演第一次专业 其实我觉得是两件事 因为当我们自己扮演第一次专业的时候 那种表现 跟自私我觉得很容易混淆 但如果你真真正正爱自己 你是不会介意别人怎么想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咦 如果你这样说 爱自己的时候 你不介意别人怎么想 那跟自私很相似的 是很相似的 但你要看你的出发是怎样的 会有少少这样 但我很记得那一刻 我回家有一个练习 我到现在我还是继续做 而第一次做的时候 我觉得很特别的 就是Daniel Darby叫我对着发镜 跟自己说Angela 我爱你 Angela 我爱你 每天都会这样说 而这一件事真是臭效 你试试 如果觉得那种 真是臭效 真是很有效 各位观众试试试 有没有真真正正看着自己 我给自己听 我是爱你的 这样 你会发觉你做不到的 有没有试过 说完之后 哎呦 你发觉原来很难做的 而这一件事 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一件事 其实才是爱自己的第一次 很多时候我们说爱自己的时候 其实是很容易感觉到的 你会看到譬如有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倾向于是你用你自己的意愿先 还是你大部分时间是倾向于成全了别人的意愿 不是 我们总是听众 观众 如果你现在可以想想在你日常生活里面 在你过去的人生里面 你遇到一些状况 你会是先承传了别人的 还是先把自己的感觉放在前面呢 我经常有这样的例子 例如是 例如是 我那一陣子做得很辛苦 然后呢 譬如做了半天生间回家 然后觉得 哎呦 我要对自己好 我想听歌 嗯 然后我开大部机去逢歌 嗯 那这个是否叫做爱自己的表现呢 哎呦 这个就是权衡于爱自己和自私 那个什么呢 譬如你说我爱自己我要奉歌 我家这一件事你去做的确是爱自己 不过我们有没有考虑到 就是我们的行为有没有影响到身边的人呢 那很简单而已 我奉歌只不过就是要大声而已 那其实我可以打一个耳机 那我应该能奉歌的 不是 我想点出一点就是 嗯 嗯 爱呢 爱里面有一份尊重在那里 是 爱里面有一份尊重在那里 那你爱 当你爱自己的时候 你爱得喜悦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喜悦 嗯 嗯 那 还有呢 好了 我就想讲讲爱和自戀这件事 好的 你会怎样区别这两件事呢 我会怎样区别这两件事呢 这一件事我没有区别到 因为我开始发觉 身边人会说我都挺自戀的 嗯 譬如有时觉得自己都穿得漂亮的 我真的会和自己拍一张美妆 我真的会和自己拍一张美妆 嗯 即是对着镜影也好 找人和我拍摄机也好 那我觉得就是 我很开心 我喜欢自己的样子 那我就会拍一张照 留了 嗯 但有些人都在自戀 是的 我觉得 快 你喜欢怎样说 不关事 至少我做得开心 而我这个行径 我没有影响到你先 很有趣 其实是真的 智恋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很多人 又是听众 观众们 你做节目做到 观众们 你开始去想想 你如果把智恋这个东西 贴在自己的额头上 有没有一种最有感 没有 有什么问题 我问大家 有些人对于 我自戀有什么问题 我喜欢我自己 或者我觉得 我的手很漂亮 或者是 我喜欢看着法鸡 我自己觉得自己 五官都可以 没有问题的 但有些人是 对这件事是有个最有感 是的 很抗拒 他觉得自戀有问题 这个真的是 很深的一种观照 你到底对你自己的 真实感觉是什么 嗯 再说深一点的话 你可以去探索 那个源头 是 你什么时候开始 不面对自己 或者 由你适性以来 你都觉得自己是不堪的 而这件事 可能就是 最基本就是 父母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不见得人 你成绩不见得人 知而此女 别人也比你好 或者是 即是 经常都拿来做例子 我这个是乞衣 没有用的 那些 听这些东西就听得很不舒服 好了 也有些人 会很努力地 他用了很多时间 去取悦身边的人 我们之前那集也说过 他很担心 当他不是一个好人的时候 他得不到别人的爱 明白 好了 他通常的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 努力去扮成一个好人 我明白 努力去令自己很友善 例如 我们做爸爸妈妈 心目中完美的女 这个你不是做自己 你是做爸爸妈妈 做一个好同事 好同学 好的朋友 做一个善解人意的人 好的 但是这个善解人意里面 可能有很大的扭曲 然后我可以告诉你 长期你和你里面真实的你 远离的话 其实精神分裂就是这样的 所谓精神分裂就是 你去抗拒你里面的其中一个人格 是 是 你一路去 跟他越来越远离 然后呢 就一路去抗拒他 其实这些里面的对话 或者里面的看法 里面的观点 他都会发展成一个 很成熟的人格 其实当你越排斥他 你越抗拒他 他里面那种压抑 其实就越大 轻肢 就会是可能你出现 种种的身体状况 骨头痛 腰酸膀痛 又或者是 胸口不舒服 或者咳 因为 真的 我已经不断提及这件事了 在赛斯资料里面 其中赛斯最后一本书是健康之道 健康之道里面 是很清楚地说了 他说 所有身体的问题 都是能量的堵塞 而能量的堵塞 就是来自情绪 你长期的 酝酿 某些情绪 那些堵塞 就会是身体的问题 或者你去研究中医 他都有说 不痛 例如 所有肺的问题 都跟悲伤有关系 跟情绪有关系 悲伤 你想想 你哭伤心的时候 你整个胸口 或者这个位置 是酸流流 酸流流 酸流流 那种感觉 还有拿着拿着 那种感觉 又或者肝的问题 是屈结 屈的问题 胆是跟创造力有关 其实中医 我们这么久的文化 我们中国的文化 他都有说到 所有这些东西 你都要在情绪里面 是跟一种情绪 是的 所以 当我们去 跟自己里面的真实情感 一路一路远离 一路去忽略它 或者一路向它推下去 压下去的时候 身体问题 还是小问题 可能去到精神分裂 你有一个富人格 这个富人格 从来都不让别人看 但是这个也是 那个富人格 都会跟你说话 其实也是你自己的一部分 是的 所以真的 如果你真的 这些人 我也有一段时间会 其实每个人 都会有轻微的精神病 可不可以 不要叫做病 而是每一个人 精神问题 其实这个是 每一个人 其实他内里 都有一些声音 他要去表达 我有一段时间 譬如我等车 我会自己跟自己说话 好的 是开口说 还是脑子 你一直听到呢 我有时开口说 不觉得 正常我家里 和我朋友一起等车 说 你说什么 这么严重 是的 那时我还在穿下服 我说 你不用理我 那你知不知道 你自己在说什么 你问我那一刻 我知道 但是过了就不知道 过了之后 我又在买意见 我的脑子不断去想一些东西 然后就是 或者在一些事情里面 或者是 刚才那个人跟我说 我现在这样回答他 我应该怎么回答他 如果我这样回答他 那时他会怎么回答 我就重复一次 重复一次 重复的时候 我口就会说话 你明白吗 嗯嗯 一直在 即是人都瘋了 这些情况我又未遇过 是的 那么 我在我身边的人 或者我的个案里面 都挺普通的 他就是不回忆 他自己在想太多 在想太多 在想太多 就是脑子想太多 不断拿某一件事 或者某一个场景出来翻轮 明白 是的 这是很轻微的 精神问题 而这个问题 可以解决 只要你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情感 去接受它 我刚才在备备这个讲座的时候 有一些很棒的句子 我找到的 他说 他说 把自己变成世界上最有趣的一件事 来研究 把自己变成这个世界最有趣的一件事 来研究 就是研究自己 是的 研究自己 譬如是 他激怒我 我怒什么呢 我为什么要怒呢 很搞笑的 因为我们有时候 一些情绪反应 会令到你身边人 莫名其妙 又或者是 哇 我这一刻真的很想哭 但是我哭什么呢 这句说话 但是这句说话哭 还是这句说话牵动了什么 我哭呢 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将自己去研究 不是去 去 永远吸一只黑猪给自己 哎呀 我不应该哭 不应该笑 不应该生气 不应该什么 不应该没礼貌 之而此略 不应该拼嘴 就是不断去批判 和调调自己的不好 否定否定再否定 刚刚听你这么说 我前几天去了旅行 是 就想起一个例子 那天呢 我们在一个很漂亮的海滩那里 是 那就是 我去了新加坡 那你知道 就是青天白日 很漂亮很漂亮 有一个很大很漂亮的海滩 接着我和一个朋友 在酒吧那里喝东西 嗯 那我们真的去旅行的 我们由十二点多去到 接着就一直坐在海滩 我很喜欢看美女 说那里所有美女 都是比基尼的 一路看 有很多壮丸 有很多长腿 有很多健康 有很多健康 因为那里全部都是外国人多 或者中国人少 OK 那我们十二点多去到 就只坐在那里 只是喝东西 喝 喝的意思就是 我不需要跟你聊天 总之我想说 我就跟你说 我不跟你说 我就收声 总之我享受我们自己 对 我们两个只不过就是坐在那里 享受海滩 有些这样的伙伴 实际太好了 正到云 是完全没有负担的 是的 就是你不用想自己说什么 说得好不好 什么都不用 喜欢说说不说算 在我大家都很享受的时候 我旁边的是男士 他竟然睡着了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阳光海 但是有些很吵的音乐 我也会的 睡着了 是的 那一刻我是生气的 那你刚才问我 我们要研究自己 为何那一刻我会生气呢 OK 其实就是令我说这一段 那一刻我生气呢 那一刻我生气呢 但是其实反过来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生气呢 是的 生气呢 生气呢 现在我们走到这条路很久 我会观照到 是的 我看到我 看到自己的自卑感 关自卑感什么事呢 你想想 如果有个女孩 在一个男士旁边 有什么事会令到隔壁的男士睡觉 你不漂亮 你不正 你不吸引 你不吸引 目标的 即是你会令到自己 觉得自己很渺少 那一刻呢 我会观照到 原来我这些情绪排言 挺有趣的 我会想想 可能你会觉得 你不被重视 原来你立刻 参加了 是你不漂亮的 是的 我不够漂亮 我不够正 如果不是 我会看到 你知不知道 在海滩那里 很多人搭散 这个女孩坐这张桌 只有一男孩子 只有一男士搭散 这一刻呢 我就要为男士说话 说还没说 接着我就看到 他们会谈得很开心 那为什么我坐在那里 虽然大家很轻 但是我身边的男士 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然后竟然奋脏了 即我要为男士说话的原因 就是男士们 你可以立刻在网上 去回答给东东 就是 一个男人累的时候 旁边是谁都会分的 然后我跟这个 因为实际是好朋友 是的 我们有讨论 然后我就说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闭眼睡吗 对于我来说 挺不开心 就是因为我觉得 怎样 刚才我跟他说 然后他跟我说 其实你可不可以 反过来想想 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 我在你身边 很放鬆 我做什么都可以 即使我放鬆到可以 在这么吵的环境之下睡觉 我想问 反过来那个不是男生 而是我 嗯 你跟我在海滩里 那我睡着了 你又没有这样 你会不会觉得 我不漂亮 不吸引 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 其实有时候 我们人的情绪反应 即是很简单 如果那一刻我没有 好好的观照 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呢 如果是男女朋友 你们不是已经 喊了一场打架 你给个例子上去太好了 嗯 好似刚才那件事 大家一起研究这件事 我一听你说的时候 我以为你会说 就是因为我觉得不被尊重 所以他会分足够 但你竟然告诉我 你觉得因为我不吸引 这个内容是谁创造出来的 当然是我自己 是的 为什么会创造这个内容 你为什么不用其他内容 为什么你里面没有走出来 这个内容 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很多 很多根深剃固的一些东西 引发一些情绪 而这些情绪 是我们有时自己都 拿捏不到 所以可能对于东东来说 那个吸引力 对他来说是一个问题 是一样东西 绝对是 是一个元素 是的 那这种就是观照 嗯 我觉得这个案件很好 那就是 你将自己 当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去研究的话 是一个很大的接纳 很大的成长 很大的明白 和打开 其实好像刚才那件事 为什么我会觉得我不吸引呢 其实这件事已经可以 是一个很大的功课 让我自己做的 而事实上 你知道吗 你刚刚说了我另外一句 我想说的话 就是去跟随自己的情绪 去探索你的潜意识 好的 亦都是我之前在《爱》的 我忘记了《爱》 还是《哪一集》里面说过 就是你每一个情绪都是一个坏头 嗯 我们刚才就是示范了这件事 在一个坏头开始 它真的 你不要跳到情绪里面 去延续它 就像刚才你在海滩 你跳到情绪里面延续它 然后就 忽就而去 之而始去 然后就不会好玩 又或者搞到 大家 損失了假期 但是如果你真的 不延续那个情绪 去看着它 然后去 跟着这个坏头 去观照 一直看下去 你会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 发现 你总是有某一些按针 牵动着这些情绪 一碰你就会发癫 在你生活上 可能是在你的工作 或者是家人 或者是在你 其他的人事物里面 这些按针一被触动的时候 你就会有种种的情绪反应 或者有种种的联想 所以我们别人按针 是的 我也讲完几次的题目 就是抗拒 你更专注的时候 Er academics 即是你越抗拒那件事 他們術語叫我越抗拒越持續 例如為何你會抗拒別人不注意你 為何我會抗拒別人不尊重我 行不行 而你專注在這件事的時候 你就會自然那件事就像駕駛一樣 那件事變得很清晰 而且你會很容易看到 在你身邊的事 你會很容易看到去留意 可能去到一間咖啡商店 你坐下的時候 有多少人看著我呢 或是我說一句話 為何他們自自討論話 不聽我講話 但其實可能全場都聽我講話 只有你兩個人不聽我講話 然後我就說 我可能會被他拘捕了我很多的專注力 這件事是一種 真是關照 我想不到第二句話 我又在想一個佛家的故事 又是說專注的這件事 是說一個男士 有分愛情 嗯 他就去跟佛祖聊天 他就說 我遇上這個女孩子 很漂亮很漂亮 很喜歡很喜歡很喜歡她 但我跟我太太 怎樣怎樣 你可不可以 明燈指引 佛祖就跟他說 你幫我看看 我面前這三枝蠟燭 你覺得有沒有分別 他說看不到有分別 然後佛祖就跟他說 你拿起這一枝 放在自己眼前面 你能否看到分別 他說有 現在這一枝很光很漂亮 其他那些呢 他說 那就暗了 我看不到它 然後他說 你把這枝蠟燭放到同一個位置 你看看這三枝蠟燭還有沒有分別 他說 他說都是沒有分別 然後佛祖就跟他說 你剛才說專注 因為我們專注那一件事 所以你只會看到那一件事 而其實呢 他說 現在你認識的那個新的女朋友 其實都是其中一枝蠟燭 只不過你把它放到眼前 所以你看到它發過發亮 看到它特別的地方 是啊 又或者是我們會把我們的情感 在某些人 或者是 那個人不愛我們世界末日 就是因為我們把那個人放在眼前 然後捉得太緊 是啊 你真是 沒錯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個人放下 放在同一個級別的話 可能它也沒有特別 是啊 是啊 所以剛剛說到其中一個點 就是我們要去真實地面對自己的情緒 感覺 對話 然後呢 然後呢 是用它這個東西浮上來 然後呢 去接納 就是呢 我經常都說呢 去接納 那個很老土的自己 很老土 這個就是 就是我裡面有很老土的一個我 但是也都 當然你同時會看到一個 自己很正的部分 這個很 很 很癌而癌殘的 這個怪胎 有很正的 或者不正的 或者是癌殘的部分 就是我 嗯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自我接納 因為呢 當我們自己接納自己的時候 我們自然呢 就會吸引到 外面的人去接納你 或者呢 當你去 真實地願意去面對你自己的時候 你又可以 你真實地接受你 是優惠你 我剛剛有一句說話 就是 當我們呢 就是聽你講 當我們很接納我們自己的時候 根本外界接不接納你 已經不重要 是的 還有呢 其他一個例子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覺 例如小朋友做錯事 如果小朋友殺有戒事的時候 你一定會知道 你今天有什麼不妥 又或者呢 我試過說動物 如果你有養三四隻狗仔 哪隻狗仔做到壞事呢 你一看就知道 他硬是殺有戒事 那樣 所以呢 怎麼說呢 就是 當我們去接納 避免 譬如我 我剪刀了這件事 我真的願意承擔 我願意去 是我做 我剪刀了這件事的話 你會有最大的力量 在那件事裏面 站起來 然後在那件事裏面 作為一個起點 事情已經發生了 但是你不能扭轉它 你接受它 然後在這件事裏面 成為一個平台的出發點 然後呢 你就會得到別人去接納 你做錯了這件事 嗯哼 而不是 如果你殺有戒事 你可能吸引回來的 就是種種的指責 或者是種種的其他問題 好 我們待會再繼續這個題目 我們暫時休息一會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好了 歡迎回來 下半節的這個 神神秘秘秘節目 剛才我們說到 就是當你去真實地 接納你自己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別人的接納 嗯 接納自己好的東西是很容易的 其實接納自己 你覺得不夠好的東西 這個才是那個考驗 還有這個是需要一些勇氣 但是呢 當你勇敢地去面對 真實的自己的時候 就是 你那個勇敢 也會感染到其他人 是如是 完全地接納你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有些人是 遮遮掩掩 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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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不是如是地接納他 因為他自己 甚麼是肉蓋尼章 其實他都放大了自己的缺點 嗯嗯嗯 所以其中一個愛自己的一個竅門 就是對自己 不要有批判 不要有譴責 那你這樣說 可能觀眾有沒有問 這個跟自我反省有甚麼分別 好 好 即是說 譬如我做了一件事 覺得不對 嗯 我就接納這件事 我做錯了一件事 我不對 而不是不斷犯罪這件事 是我一個壞人 是我的人生很失敗 是 等等等等等等 因為在那裡 是一個死角來的 是沒有出路的 嗯 但是是 我做錯了這件事 我接納我做這件事 負責 好了 總之是我不好 我做了這件事 可能我會對應該做的人 去表示我的協議 嗯 然後 如果你對你的選擇是負責的話 在裏面你有最大的力量 但是你對你的選擇 譴責 和紮備的時候 那是一個全靠 沒有出路的 可否說 譴責、紮備就是國安地的死亡呢 即是很簡單 我們當我們打破了杯 打破了杯 很多人會說 哎呀 假裝不好 那杯掉下來 那杯的腳不好 那麼容易掉 這些就是犯罪 但是如果 這個也不是犯罪 這個是把我的責任 放在其他的東西 然後如果我們反過來 就是 我下次 我小心點 不好意思 我打破了那杯 就是對不起 我剛才不想打破那杯 或者我賠回那杯的錢 然後下次 我就會想 那我如何預防 我打破另一隻杯 這些就是 你說的正確 例如是 有一次我的伙計 她跟我說 Yvonne 那天你講了那句說話 我覺得很難受 OK 如果我閃 那你就會怎樣 你就會很正確 你自己的 想所有的事情 正確 其實我還是上公司好 因為那天你在別人面前 這樣做一件事 我必須在別人面前這樣說 你繼續去解釋的話 是沒有意思的 嗯 但是 那一刻 我就會說 是的 那句說話傷害了你 不好意思 那一刻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 我說 如果我令你很開心的話 但是 我仍然是愛你的 嗯 你仍然是好的 即她會覺得 我似乎她做的事情 嗯 她覺得受傷害 然後我說 如果那句說話令你受傷害的話 對不起 但是呢 你是好的 即我們是承認我們做錯的事情 就算是你的數字亂了 又或者是一些事情 你也是一個我很珍惜的一個員工 你也是一個好的人 你也是好的 這樣 但是 我真的去面對愛原來的一句說話 真的傷害了她 嗯 我去接受我真的傷害了這個人 即他接受自己那一刻 真的做了一件事 令到對方不開心 是的 有時有些自然其說 是 你知道自己在閃閃的 嗯 閃閃的那個責任 好了 但是責任這件事 好像你說你有一個朋友是甚麼 是不斷在家裡付出還是甚麼 其實不是朋友 而是反觀 現在我發覺有時有很多人 爸爸也好媽媽也好 很多人就是很為了一個家 去做很多事 嗯 譬如說媽媽為了一個小朋友 除了上班之外 媽媽也要看她的功課 她說這件事都看得出來 那一件事都看得出來 那一件事都跟她上班 她完全是沒有去照顧自己 沒有去好好照顧自己 可能她那一刻會覺得我是為家裡犧牲 我為了國家去做這些事情 不過其實我 我會覺得這個人 其實她是忽略了自己 你提到另外一個很大的題目 是關於我 我亦都會 如果是開一個題目 是關於負責任這個題目 裡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去談 因為真的很多人 我都會在我課程說 很多人的負責任 其實是很不負責任的 對自己很不負責任 她的負責任是過了位的 例如是 有一些人的負責任 就會令到 有一些人不用負他應該負的責任 明白 是的 例如是 我是一個很負責任的兒子 我的負責任 是會過了火位 去到一個扭曲的程度 所以我弟弟姊妹 就不用負他應該負的責任 明白 又或者我是一個很負責任的爸爸 我的負責任是過火位 令到我的兒子 或者我的小朋友 不用去負他應該負責任 或者令到我的太太不用負他作為太太的責任 我們不如說一些例子 我有一個朋友 他很用心做事 有一天 又和他聊天 我才發現 他媽媽的電話費 我覺得可以的 你當是孝順 他哥哥也是他給的 他女朋友也是他自己給的 我覺得 你是不是太辛苦了 他哥哥自己有小的腳 有識賺錢 為何要你幫哥哥給電話費呢 甚至乎他哥哥要換新的電話 都是他去換的 那會不會有太多責任 每一家人都要去自己的劇本 但是每個人都要去知道 有時你的負責任 是會養成別人的無能 無能 尤其是有些父母 你的負責任是過了位的話 你就會去接收一個無能的小朋友 又或者是 有些人是做一個很負責任的員工 然後蘇迪呢 他的同事有些負責任不用付 或者就算做他的老闆 都可能有些做老闆的責任不用付 所以負責任是有一個平衡的 你如果負責任到你已經扭曲你自己 你自己好像毛巾一樣扭曲你自己 你自己心裡不平衡的時候 你真的要開始去檢查 這也是其中一個心理和病的來源 你長期地這樣去 好像在滴血 放血 你是會頻血的 這是其中一個不愛自己的表現 我也覺得是 有些人是被責任摘死了 我覺得你負責任就是 你負責任是喜樂的 譬如我去孝順父母 是我選擇孝順父母 而我這個選擇 我覺得我每一次做 我都得到的是快樂 起源 但是我每一次做完之後 我回來還要調整我自己 啊 調氣不順啊 之而此類的話 那當然有些事情你要去看 而且你要在裡面取得一個平衡 對 所以有些人就會覺得 如果我這樣做的話 突然之間是否很自私呢 那你也需要知道 這個呢 如果你長遠而在外的課題 你真的要訓練一些人 要他去 自己去負回自己應付的責任 他要走回自己人生的那條路 嗯 他要對自己人生的劇本負責 絕對 那這個也是 如果你明白的話 就好像 學行要跌這樣 是的 而且真的 尤其是父母 或者是 父母對一個小朋友 你不斷和他 拿起路上的石頭 你沒有幫助他 對 不是這樣嗎 是的 你真的要令他去 他自己必須去 他自己去跨過一些 他人生的事 或者是物件 他才養成這種能力 可以走到他自己的路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智慧 嗯 OK 好了 那接著呢 另外一件事我想說 就是 關係 OK 很多人就是 很負責一些他的關係 例如呢 例如是一個曾經傷害過你的人 一些不合理的感情 又或者一些 如果我不是我媽的兒子就好了 即是 他會負責一些關係 嗯 但是呢 如果真是一個很深的觀照 或者如果你明白的話 信念創重實相呢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出生 從頭到尾都沒有關係的話 你就跟一個單細胞生物沒有分別 其實每一個關係都是要我們去學習的 即是 人生呢 沒有劇情的 就是你出生 繼續呼吸 繼續成長 然後沒有任何東西 沒有任何起伏的話 所以 我們不用管這個地球 我們不用管這個地球 不是 有人說這叫好命 好命 嗯 嗯 嗯 OK 但是 嗯 嗯 我自己不會選擇這樣 嗯嗯 因為靈魂生命來到其中一件事 是體驗和學習 所以呢 而且透過關係 你才是一個鏡頭去看到你自己 嗯 我經常 教生命數字的時候 我會提到這件事 就是 譬如三角關係 嗯 三個人 譬如你 我 多了一個朋友在那裡的話 如果兩個人很簡單 就是我胖你瘦 我戴頸你不戴頸 我高你矮 知而此類下 或者我們一樣高你兩矮 是的 但是當三個人出現的時候 出現的心理狀態是什麼呢 就是我胖一點 我瘦一點 還是我瘦一點 我高一點 但是兩個都已經有比較 還是我矮一點 但是三呢 為什麼不一樣 就是有一個定位出現了 相關於這件事 我是怎樣 你變成一個三角形 二是線性的 就是一個對比 嗯 一個對比 你不會知道你的定位是什麼 在意願裡面 在線性那裡 你只是有極端的 嗯 有兩極的 但是當三這個元素出現的時候 就會有定位 嗯 你就會和A比較 又或者我這樣比喻 譬如有一天有人跟你說 啊東東你都挺沽寒的 嗯 沽寒? 什麼叫沽寒? 我媽這樣教我的 嗯 我家人都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嗎 嗯 那你就開始去觀察其他人 處理金錢的態度 你才有你的沽寒指數出現了 你的定位在哪裡 嗯 你才會透過 因為你和別人有不同 嗯 有誤差 才會出現了你的定位 嗯 而這個鏡頭 你經常都說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發明過鏡 沒有發明過玻璃的話 我想很多產品都不存在 嗯 就是 一定有一個反省 你和別人有一個誤差 你才會知道你是誰 嗯 嗯 當然在人生的激烈鏈裡面 在所有的經驗裡面 你會不斷調整你是誰 因為你要生活的 好了好了好了 我沽寒一下 我鬆手一點點 嗯 我不要這樣了 我會調整我自己 令到你自己可以活動 在人裡面 嗯 或者你說 什麼? 這叫沽寒? 我再靠一點都可以 這樣 你會不斷調整你 而且別人也在調整自己 嗯 就是大家都在這個 在別人反映當中的自己裡面 不斷調整自己的位置 嗯 這樣去生活 因為這個是一個 就是差不多到折荷層面 那些人每一個人是這樣去 去學習 誰是誰 嗯 因為 在不同的反映裡面 所以呢 在關係裡面 並不是去判斷自己好和不好 好的 而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可以真正去知道你是誰 嗯 然後你可以反省 和重新決定你是誰 嗯 每一個當下 每一個片刻 都是一個創造 你所說的關係 就是我和你 是一個關係 或者你和所有人的關係 嗯 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些人可能喜歡你 有些人可能不喜歡你 有些人對你有些看法 或者不用別人說什麼 你觀察到有一個人 他處理一件事的態度 會和你不一樣 這些所有事情都是一面鏡 好的 是的 令你去看到你自己是一個怎樣 我曾經呢 我們曾經做過一些練習 是 我們去找身邊一個 一個人 你覺得他很喜歡他的 你說很多他的優點 其實這些優點你也有 我們曾經做過這些練習 是否類似這樣的 philosophy 是的 因為 就正如剛才我和東東 你剛開始的時候做過練習的時候 那些字眼是你自己走出來的 嗯嗯嗯 是在你自己的潛意識 超意識 無意識層面那裡 湧上來的一件事 那個元素一定在你裏面 才會有這件事 明白 所以你有空見到那些朋友 會稱讚你多些 是嗎 讚你讚自己 你知道你自己在讚你自己 也反過來 如果我們看到某些人 很睹眼睹鼻 很刻你真的時候 沒錯 我們要留意一下 其實可能 這些元素 我們都有 而因為我們一直都在抗拒自己的元素 所以那個人才會這麼刻你爭 又或者是 是的 你那些把戲我都會玩 有少許是那些 我知道你在玩什麼技術 那就是說 代表你都有 嗯嗯嗯 其實它只不過是反映著 你在抗拒自己的一些東西 所以這也是另一個更加高層面的一種角肢 那就是說如果你跟你日直相對 那個伴侶 有些東西真的很刻你爭 很睹眼睹鼻的時候 是時候我們要好好看照自己 他不停在按你某些按鈕 那是時候我們真的要好好看照自己 又或者你下去那些朋友 都出現某一些問題 或者有什麼人才跟你做到朋友 嗯 又或者你在朋友裏面有什麼質素 你是喜歡 或者有什麼質素 你是抗拒的 其實那些所有東西 我們自己都有 所有都是一面一面鏡 是讓你看到你自己的東西 好了 還有一點我想說就是 我們經常都說 塞斯的金句信念創造實相 是 但是我經常都覺得 就算在很多新年代的人 或者團體裡面 嗯 他只知道了一半 或者我們叫做一知半解 真的 因為我認識 我都接觸很多新年代的人 是的 信念創造實相 我明白我創造了這個病出來 因為我老公不愛我 是嗎 又或者是 我創造了我的破產 因為我覺得我不值得擁有 所以我會想說 找到一個根源 好像找到一個根源 很覺知 很了誤 很修行 但是 個人實際上的本質裡面 其實在很開始 已經清清楚楚地說了 你只知道了一半 嗯 是的 嗯 我最近有一個朋友 他在網上寫 他是一個老老的病者 即是一個老生老 是的 那麼 他真的 我認識了他 也有六七年的時間 他在網上寫了很多文章 但是呢 我今天在看文章的時候 我有一點厭倦 他一直是 是我知道我自己 在什麼狀況之後 要生這個老老 你們不要像我了 你們不要做這件事了 是的 我的心靈就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我又不相信愛 然後在婚姻裡面 我的態度 我先生怎樣怎樣對我 然後我什麼相信 然後我就因為 所以我生老老 他一直下去 都是去到這句話的一半 不斷在這裏 不斷承認自己有什麼問題 然後又有這個老老 沒錯 他是會帶來一個治療的效果 即是他走路走了一半 是的 但是呢 其中的另外一半 是非常有力量的一半 就是 如果你知道 你可以創造這個老老老 你就是那個創造者 你不是那個受害者 我怎樣扭轉那個局勢 去創造我的要 你今天 這一刻 當下 如果你願意鑽念的話 你願意讓開放你的信心 我相信這件事 我可不可以相信第二個 然後你真的 就是放下你的我執 你執著於你自己沒有價值 你執著於你自己是不被愛 這件事放下 這一刻他相信你是被愛的 無論怎樣也有價值 我老老老我也有價值 我老公不愛我也有價值 他說 然後在這一刻 他開始創造 他說 你立即可以扭轉整件事 因為 錯誓的資料裏 也令我看得很清晰地提過 就是 如果你的腦沒有任何抵抗 沒有任何東西 抓住你的 一個純粹的念頭 這件事 是在三天之內 會發生的 好的 實相在三天之內 會發生的 嗯嗯嗯 但是很多人 在這句話裏面 永遠在前一節 來來回回 在這裏來來回回 然後 他沒有去到這句話 最強力的一面 最強力的一面 就是信念創造實相 你今天這個念 你都在創造下一個時刻的你自己 但是他寫了幾年 你說那個人寫這些文章 嗯嗯 是啊 寫了 他的文章有多少人去拜讀 但是他有沒有好轉動 他的病沒有惡化 OK 但是其實他的 我的感覺 他一直帶著這個 他經常都很害怕 有一段時間 就是在那個團體裏面 那個團體是一個癌症的團體 就是一些癌症病人 是的 他們都是去不斷去研究採施思想 當然他也不是先丹靈藥 也有些人是會離開的 就是在這個過程裏面 離開了我們 明白的 他有一段時間 是其中一個都挺活躍的人 走了 他簡直是完全崩潰 他完全否定他相信 為什麼他也會離開的 嗯 但是 因為在靈魂的選擇裏面 每一個人離開是有他的原因 是的 而他選擇在這個團體這樣離開 其實一定有他要創造的價值 是的 所以我和你都會離開 我有一次聽到他說我都會離開 嗯 那小豬老師也會離開 那小豬老師也會離開 那小豬老師又會創造你的 有什麼看法呢 他說其實 他的恐懼不是那個人 而是在你裏面 是他對死亡的恐懼 他其實一直帶著這個陰影 我腦瘤何時爆發呢 我腦瘤不在腦瘤爆發 我會在哪裡爆發呢 所以很多癌症病人都會是陰影的 嗯 因為醫生告訴你 又是醫生說的 又是醫生說的 所以為什麼我不相信西醫這樣說 醫生就說 如果癌症一復發 你的人就像計時炸彈一樣 你的一生裏 隨時都要驗著你的癌指數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又在哪個位置就會發 這個是一個 很殘酷的催眠 我明白 你不一定要復發的 甚至乎 我想起醫生的催眠 很多人說 生兒子是痛的 好 很多女士一聽到生兒子 就是怕痛 嗯 但是呢 在非洲有一個部落 是 他們沒有接觸上面的文明 他們的媽媽 那些女人 好像聽你說過 從來都不會告訴女兒 生兒子是痛的 他們也不會有痛的 這種感覺 他們是怎樣 他們是在田裡做事 肚子不舒服 扭著扭著 然後走到一邊 找一塊樹葉 寶寶出來了 然後處理善後 繼續下田做事 然後到天黑下班 抱兒子回家 是真的嗎 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有一個部落 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從來不知道 是應該痛的 簡單來說 他們根本沒有植入生兒子 是痛的信念 是 有一點點痛 但是不是我們那種 那麼瘋狂的痛 那種什麼 十級痛苦的痛 是 那種的痛 是因為他們從來 在他們的世界裡 是沒有這個信念 是小小的痛 所以 很多事情 你不需要去接納 不是癌症 你一定會復發 還有 你只要今天開始改變你的心念 你真的三天 如果你沒有 沒有雜念 沒有掌握 你的思想裡面是純粹的 一個相信 所以有時候覺得這些人 傻瓜瓜的 說信就信 其實是很可愛的一件事 在三天之內這些事情會發生 因為 我們每一個人 我很喜歡一句說話 就是 塞斯說我們的塞斯家族 我們是實習神明 實習神明就是 Apendix God 即是我們現在來訓練自己 我們裡面有一個創造的神聖在裡面 或者一個佛聖在裡面 說到這裡 我很想 因為我 早兩天 在一個 王貴慶 女士的訪問裡面 王貴慶就是所有塞斯資料的翻譯 我們稱為王者 很多謝她 即是王者翻譯過《與神對話》 那些書都是王者翻譯的 是的 《與神對話》第一冊 她有很多的翻譯 但整套塞斯資料 王者是翻譯的 多謝她 將這個創造的 帶來亞洲人的社會 在一個訪問裡面 她最後的翻譯說 是對我很大的震撼 她說 我在Facebook裡面 也有分享這件事 她說我們的New Age 是不說應該的 你自己選擇 所有事情都是你自己選擇的 沒有應該和不應該 因為有應該和不應該 就是有評估批判在裡面 因為這就是我們學習的過程 我們選擇了一件 我們覺得不好的事 但這也是一個學習過程 是 王者認為修行是很個人的一件事 你的修行是不需要和任何人 團體 絕對 交代 是 她認為她對修行下了一個結論 她說神是尊重人的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 每個人的意志都是自由的 這就是新時代的精神 她說一句說話 除了愛之外 沒有其他事 所有事情發生 背後只有一個源頭 愛 除了神之外 沒有其他事 那句說話就是 除了愛之外 沒有別的 除了神之外 沒有別的 每一個人 最後都是一個神聖 她說她研究了新時代 這麼多年的心得 總結 就是剛才那兩句說話 我覺得她把新時代的精髓 真是 在這兩個說話裡面 如果你明白 在這兩個說話裡面 都說出來 我們今集的題目 是叫做愛自己 我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對你有少少的貢獻 我們下一集再繼續其他題目 每一集再次都會 在這兩個說話裡 是誰 有免除的人 最終的 是誰 都坐在這兩個說話裡面 太多了 是誰